We got 51 minutes to transfer this money 本營保護公司的保全人員 勸錢一轉 細接自己的公司 好萊塢電影 堅守自盜的故事情節 居然也發生在台灣 只不過主角變成了 富邦銀行的行員 任職富邦銀行 已經七八年的趙姓男子 平日負責清點 捆綁櫃台現金後 存入金庫 是俗稱的大出納 2013年至今 竊取該行金庫2000萬 但最近因為休假 擔心東窗事發 只好自首 才讓這起瞞天過海的 金手自盜案曝光 趙姓男子發現 該行的金庫作業 通常將100張 500元或1000元的紙鈔 捆綁成渣 每10紙鈔再捆綁成捆 但主管每日清點時 卻只點捆不點渣 就是利用這個漏洞 趙男每日從捆中 抽出幾渣帶走 2013年到2016年間 就偷走了2000萬 平均每5天 偷走10萬元 同時主管典帳 也不會單獨 清點ATM金額 趙男長期做假帳 也從未被發現 財經專家支持 金控漏洞 現在已是不小的問題 雖然趙姓航員事後 已經陸續補回400萬現金 但仍有1600萬的缺口 男子公稱 因為在外投欠債 才會出此下策A錢 但他把錢都拿去買運動彩券 原本希望能夠以小博大 沒想到卻越陪越深 最後還得背上背信罪 遭檢方起訴 記者洪夕與唐子晴 台北曾報道 記者洪消息 文 看